近日美国和英国官员密集会见 就英国脱欧之后的经济合作展开讨论 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12号起开始对英国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明确支持英国脱欧 而且将做好脱欧之后 及时签署美英自由贸易协议的准备 据路透社报道 博尔顿在12号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会晤后说 如果退出欧盟是英国政府的决定 我们会热情地支持它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英国在10月31号成功退出欧盟 博尔顿强调美国将做好准备 就美英自由贸易协议迅速展开工作 帮助缓冲英国脱欧的影响 不过博尔顿也承认谈判有难度 他表示美国可能会与英国达成一项分块协议 重点放在两国可能达成共识的制造业和汽车制造等领域 然后再解决更复杂的领域 最终的目标是达成综合性贸易协议 另据白宫12号的公报显示 特朗普与约翰逊当天通了电话 谈及脱欧贸易和经济议题 特朗普表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约翰逊会面 据路透社报道 博尔顿此行主要为安抚英国 然而在贸易谈判具体细节上分歧已久 此前特朗普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 曾要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对美国全面开放市场准入 这是美英贸易协议的重大争议点之一 据路透社报道 英国官员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称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永远不会拿来卖 事实上英国在新首相产生后 就流露出积极推动贸易谈判的态度 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拉布上任后 8月6号至8号的北美之行就访问了美国 随着英国硬脱欧风险增加 分析人士认为 在该形势下 未来美英自贸协议谈判中 英方可能处于劣势 而美方将利用英国当前经济承压的状况 提高谈判筹码 潜在失衡的协议对英国脱欧 经济缓冲效果可能有限 1 milhões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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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